这件毛衣或者是叫开山呀 你看它那个背面和正面呢 颜色是不一样的 它是染色的 这种染色的 染色的这种呢 就找不到那个圆纱线 找不到圆纱线的话怎么办呢 那这呢就要用到咱的大招了 咱那个课程里边呢 已经讲过了 就是拆动骨动法 在这个不明显的位置 像这个叶窝这里 叶窝这里的袖子上 袖子这里 然后不要找这里容易磨到 这里还好一些 所以呢 找这里和它颜色呢 接近的地方 拆一根纱线 用来补洞 因为这个洞呢 短的是两根线 你要是另外配线的话呢 它肯定 它也有色差 色质也不一样 线质也不一样 所以呢 你在别的地方拆 拆线的时候 你用一根做上去 它几乎是看不出来 这是绣花线 这种棉的绣花线 找了很多 就这一个呢 是最接近的了 但是呢 这个线粗 这个毛衣上的线细 咱要把它打开 双骨的打开 用它一骨 用一骨线 把它的碾线呀 朝相反的方向 给它碾开 碾开呢 它这个 它这个双线 它这个线呀 就打开了 朝相反的方向 把它的碾 碾 给它打开 剪开一个 口 拆线 把你拆 拆的 这个呢 要先做上 边做了 边拆 好 咱找到了一点 宝贵的线 好 这是断头 这是两根断头 断了两根纱线 我先把这个 纱段头啊 我先把它藏到一边 藏到一边来 然后呢 因为这一根断头短 我先把这一根呢 加固一下 我不拨了 因为咱那个纱线太短了 太少了 不舍得再拨了 所以呢 我要先把它 这一根呢 加固一下 两根纱线呢 一样长 这个 这个弯曲啊 我没给它打开 我希望能把它做到刚好弯曲的那里 因为这个染色的呢 它背面浅 正面深 我想了 刚好给它做到这个 它的 应该是做到这里了 好 做到这里了 才对 然后呢 这一根呢 我把它 拉一拉 好 这一根呢 加固上 给它拉一下 好 这根填完呢 把这一根 短丝 挨着它 填上 要刚好填到这一行来 要把它看清楚了 好 这两根 纱线呢 就填上了 再一次 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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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場 上一针呢我看不清 我就从它下面再重新把它勾一次 只是为了让大家知道这个找不到纱线的时候怎么办 这个制补过程啊 在前边那个刻呀都有 衣服上找的纱线呢 它就做出来呢 就看不出来 好 咱已经藏过针了 把这个线头戴背面 这就可以了 过于长再给它剪断一点 但是呢要留一点 背面呢 制好 就是这个样子 正面呢 就是这个样子 好了 制补好了呢 就是这个样子 另外把这一行呀 它做到不明显位置 不要在明显位置去找线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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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